16万以内想考虑合资SUV 那么我想这三款应该拉入必买清单 动力也是比较强劲 尤其是最后一款车型 从之前21万多 一口气低到现在16万多 空间大三大件稳定 性价比高 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本田浩英 这款车的入门集成一几卖17万多 还是很划算的 并且优惠完后只需要131800 这你受得了吗 虽然它没有CRV知名度高 但是13万多入手这样一款 在销量方面相比同级别车型 也是能够碾压式的存在 再讲外观方面也是沉稳大气 车长更是达4米76 轴距2米701 后备箱也是能够腾住627升的容积 再结合底盘独立悬架 车内主动降噪 更是能够给到你不错的舒适性和格约性 而且本田的大空间更是出了名 同级别车型也是无法匹敌 只不过内饰方面的设计就很一般般了 这也是被人们所诟病 不过好歹买这款热的消费者 对它的三大件都是比较放心的 搭载了1.5T CVT变等箱 马力193扭矩243 百公里油耗能够低至7.3 三大件更是非常的耐用 再加上车内全息标配7个气囊 一次弥补了内饰拉跨这一缺点 不得不说这款是真的良心 7个气囊再加上可变转相比 可开启的全景电装 在之前想都不敢想 就这样的高性价比车型 入手难道不香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大众土月 说到德系车 怎能少得了它呢 称它为大众旗下的高性价比车型 也不为过 现在官方制造价 158600到216600 部分地区正款者 只需要118600就能入手 就这样的价格 也是让很多消费者直呼良心 而在外观方面也是沉稳大气 车内的空间更是十分的宽敞 车长达到4米453 轴距2米680 后备箱放倒之后 能够腾出1500多升的容积 只不过做三个成年人 会有一种空间压力感 但是我们回想一下 满载的情况有几次呢 并且对于一款SUV来说 底盘肯定是要采用独立悬架 车内更是要编配武器囊 这款车他都做到了 再加上前方碰撞预警 更是能够保证你的行车安全 而且车内还有8英尺的一经意表 和8英尺的中平 科技感不能说没有 用一句话就是经典永不过时 动力方面 入门集听大载是1.4T发轮机 你完全不用担心 颗粒捕捉器毒塞的问题 而且7档干事双利盒 做的最好了也是大众 并且白工以后能够低至6.4 家用入手这款车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斯科达科迪亚克 作为和图观L同级别车型 并且采用通款三大件 这款车仿佛被我们消费者 遗忘在了角落一样 不过现在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 如果你比较追求性价比 那么这款车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官方指导价 191,900到243,900 综合让利能够达35,000 最低起输价价为15万 对于这样一款中型SUV来说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它全系都是阿里仁T发冷机 虽然分为高低功率 但是入门机阵营马力能够达了1826 再匹配7档试试装力盒 更是能够给到你8.8秒的加速成绩 而且EA888发冷机 现在烧机油的概率是减少了 并且采用的是混合喷射 燃油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燃烧 再加外观方面沉稳大气 车长更是达了4米701 轴距来米791 后背墙放到之后也是能够腾出2000升的容积 就连昂科威等一众车型在它面前也是没有话语权 再加上车内无个气囊 疲劳驾驶 后驻车雷达 刀车影像 可开启的全景天装 无要时进入 不仅基础配置丰富 科技感也是比较强 液晶一表8寸 中共平12寸 一感往日大众中庸的风格 只不过这款车相较于通级别车型保值率很一般 如果对这些都不在乎的话 那么请大胆的入手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车型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你给我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